众所周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完全是在一雄二白的基础上,靠着老一辈科学家们偶心沥血,无私奉献而研制成功的。 其中,还有不少科学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老一辈科学家们在核武器上的杰出贡献,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美俄两国从未停止过核武器的升级换代,不断研制威力更大,维护更简单的新一代核武器。 只是,现代核武器很少采用核爆测试,大多选择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无害的模拟核爆测试。 毕竟,每一次核爆所产生的核辐射,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也会遭到全人类的共同谴责。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人们开始提出第四代核武器概念,第四代核武器和以往核武器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不能产生核辐射,制造成本低,也被称为定向能武器。 目前,第四代核武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干净巨变弹,同是异能素武器,激光引爆核炸弹等,新技术的出现,让几个核大国迅速跟进。 新一轮的核武竞争按流涌动,其中,金属氢因其爆炸威力,达到同质量TNT炸药的25到36.3倍,成为几个核大国的重点研究对象。 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就以计划开发以金属氢为原料的新一代核武器,但金属氢的制造难度非常大,需要在超高压状态下,将液体氢转化为固体。 一旦转化完成,金属氢就可实现常温常压保存,维护成本费,常低,提取应用也非常灵活方便。 从这就可看出,研制第四代核武器的核心在于,实现超高压条件下,安全可控的生产金属氢。 目前,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但中国却曝光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在第四代核武器的研制上,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据《科技日报》报道,中科院和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发布公开消息,由美籍科学家亚历山大钢查洛夫率领的团队成功研制出金属氢,金属氢的威力虽然没有金属氢强,但它的能量密度也达到了TNT的10倍。 据中科院称,金属氢的制造超高压,达到170万个大气压,温度超过8000摄氏度。 早在2015年,钢查洛夫获得中国外籍专家最高荣誉奖,由于奖弹改技术,并不会立即运用到核武器,而将首先用于火箭和导弹发射领域。 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中国重型火箭将能携带更重的航天器,飞向更远的太空深处。 同时,金属弹的研制成功,也意味着,中国距离成功研制金属氢更近了一步。 美国用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在核武器的研制上,中国绝不能落后,因为核武器是我们的终极最强保护伞。 此时,可能大家心中会有疑问,为何一个美籍科学家会为中国效力? 其实,亚历山大纲查洛夫,是拥有美国国籍的俄罗斯人,中国要崛起,烧不了人才的引入,比如乌克兰航母设计师等,只要是诚心为中国效力的各国科学家,我们都应敞开胸怀,容纳更多的世界人才。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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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